嗨你好 从第一季带你东南西北跑透透 到第二季带你体验结合住宿的Cyclecation 来到第三季 我们要带你做些什么呢 加入OCBC Cycle 2022的虚拟七星行列 准备好装备 带上发掘好玩 好吃 好看的好奇心 早报七星私房路线3 Let's cycle 第一条路线 我们从Rowers Bay滑手湾出发 沿着公园连道 途经全新的Piccadilly步道 然后抵达大家熟悉的Jalan Kayu区 七星来到Jalan Kayu 不管是早餐或是宵夜 或许都会想到印度煎饼 但这里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美食和亮点哦 来到Jalan Kayu 在著名印度煎饼店对面有个小公园 这里后面的道路可有些意思 这几条街道都以印度尼西亚传统舞蹈命名 Tari是舞蹈的意思 而后面的词就是舞蹈的种类 七星到此可来打卡拍照 甚至在路牌前跳个舞 Jalan Kayu还有另一个特色 就是这里清真认证 Halo的餐馆特别多 例如这家Daya Izakaya 是全新加坡唯一一家清真认证的居酒屋 店内有特色日式装潢 也有居酒屋贩卖的烧串小吃等 但酒类饮品当然就找不到了 另外一家特色餐厅品牌是大家熟悉的可爱鸡 但这一家拥有咖啡厅装潢的可爱鸡就非常难得了 走入餐厅映入眼言的是立于盎然的咖啡厅设计 加上餐厅内阵阵的咖啡香 和透过天井洒下的午后阳光 这里与一般的可爱鸡分店非常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饮料和食物比一般咖啡来得低 是个价廉物美的好居住哦 看了新奇的 我们来点传统古早味的店 这家欧达店于1986年创立 在1990年的时候搬到Jerankayu 至今已超过35年 早上开始处理鱼肉 打碎和调味 弄好一只只的欧达之后 八点开始烘烤 振振香气就像一个闹钟 唤醒这一代的居民 哪怕搬离了这一代 一群忠实的老顾客还是会回来 热得现场吃 冰冻的拿回家囤货 用行动支持之道传统小吃 Jerankayu另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 就是这家蛋庄 老板不愿多聊 但从店内装潢和店外的鸡蛋数量 就可以看出 这也是一家老字号 这里售卖各级的鸡蛋 还有近年受欢迎的干绑鸡蛋 也能买得到 而且售价比一般超市跟团购群便宜 可说是鸡不可施哦 进入公园连带后的路线 大家应该相当熟悉 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的节目 皆有介绍 这里就不再多提 来到榜鹅后 要给大家推荐另一家小店 这一家隐藏在 澎谷plaza一个角落的汉堡店 石工外带 主打韩国口味的汉堡 成立至今 成为榜鹅盛港一带的火红汉堡店 再用餐高峰期更是一宝难求 甚至还会卖断货 所以喜爱泡菜 辣酱等韩国口味的你 千万别错过 过了Noron Harus红桥 就会进入巴西利一带 有了全新的公园连道 骑士就能通过公园连道 进入巴西利公园 巴西利公园这一带 有好一些游乐设施 是一个一家大小 集星之旅中 很好的休息店 距离巴西利公园毗林 Noron Harus附近 有一栋显眼的红色建筑 这是东南亚第一间 藏传佛教寺庙 疫情前 这里常有来自尼泊尔 印度和台湾等地的僧侣 到访举办法会或授课 现在也不时举办小型的活动 离开巴西利区 我们进入罗阳Avenue 继续寻找隐藏美食和景点 这家隐藏在工业区内的大虾面 常吸引美食老饕慕名而来 到了午餐时间 更是常常能见到人龙 厚实的汤底和丰富的配料 难怪时刻对它赞不绝口 沿着罗阳Avenue骑行 这里有很多分支路 也有好一些隐藏美食 例如这家英殖民地风浓郁的 Coaster Settlement 当时外边的装潢 就已经是很多人喜爱的打卡点 还有在Chang Yui Selling Club中的 这家Coach Band Inn 主打的是英式海南菜和本地特色菜肴 如咖喱鱼头 猪排 烤章鱼等 望着海景吃海鲜 黄昏和入夜 更是绝美的一大风景 另一个隐藏美食地点 以日式烧烤和烧酒为主打 这家名为Kibar Japanese Grill & Bistro 隐藏在Civil Service Club的 其中一栋英殖民建筑中 最现代感的装潢 加上日韩现代料理 还有各式日式鸡尾酒和烧酒 这个室内室外接宜人的餐厅 绝对值得你来试一试 说起张仪 怎么能错过张仪村 Chang Yui Village呢 这里的商店应有尽有 除了小饭美食和售卖调具的商店 还有精品咖啡店 Chop full of beans 和小型酿酒厂和餐厅 Little Island Brewing Hall At Chang Yui Village 琳琅满目的选择 是不是让你眼花缭乱 而就在酿酒厂的外边 就有一道桥 连接张仪村和张仪海滩 齐心到此 记得来这个地标打卡哦 下一集的骑行 我们从这里出发 往市区骑行去 途中会经过近期很红的 新加坡济州岛 还会介绍 如界区的隐藏美食和打卡点 我们下期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